说你呀 来来 坐下 坐这一家 坐下来 坐这一家 二人家没有家的儿 来来来 接着说 别问了 你听我说 你认为老大说这个 是不是老二沾着光了 为盖这个房子 他还没沾光 我说的昨晚还活出来 四说的 马上老弟说 给我兄弟盖 接着分过两斤 你说过呗 没有吧 她又没有 没一件事没有 没一件事没有 来来来 坐下 咱这他一条事 来来来 坐下来来 他那边 你听我说 他要那处 中间那处啊 我在努场盖的厨房 我拿的钱买来的 我要的那处 给他折俩来 那老二也没了 那不是你住的了吗 杨杆这么算 你也没少啊 这你现在站的那个院 是他们的呗 那三家这 那两家房可多呀 那在好几家房呢 是吧 那好几家的 为什么你自己站上了 你对 你光说吃亏不说沾光的地儿 还有一个 你也不是没得到你爹的东西啊 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不是也有你爹的一份吗 你现在你儿子盖住的这个盖上房了不是也是你老人给的吗 那怎么能说没分给你啊 只能说有的地方可能老人是吧 不是 就让你说的话不公道 是吧 那就是公道不公道这么多事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你儿子也是老大老老二也没了 你怎么还计较呢 那你现在站着这个 他说不让你站的你干吗 你肯定也不干 不干 他找我干这扒 我都干这扒 你扒了怎么 你走着 扒了你都别管了 我擦过后也别管了 我准备在这儿擦 那你秃什么呀 你到底给你妈支起 知道哪儿了 那个扒了 装个脸呢 扒了装个脸呢 谁扒了谁的了 扒了老子那装个脸呢 找找找的 谁扒了 扒了给我这支给了 永恒 我经过他同意了 我没同意 你再说吧 没同意 你再说吧 没同意 没同意 行了 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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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人 我找你回你俩人 我俩人 不管我才乐来 你 什么呢 你听哪 你听哪 他听胡说八道 你这儿子真的在跟前听了呢 你先坐下来 糊涂了 来你 给尝尝盖着放 买铃来又换了 承认吗 承认 我承认呢 什么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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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好地方了 该多大 买这些买来 四些都换的呗 没有商量好 我替你问行吗 说好 你叫我不要收下 我甭叫 我甭叫 坐 坐 坐 可以叫 可以叫 没什么坐下 坐下 盖14米多地方 赶紧我到一后年 买了这个铃来 买了这个铃来 说不行 盖16米 还错过一米去了 不是 错过去 给他有什么关系 哥老大 他给买的铃 他给换来的 他给换来的 十斤当拜拜的 是在里边帮他搭手盖房子 是这意思吗 头会商量好了 二回有麻烦我会算 要来还找我管 我管了 我管不了 我叫好人商量也是 你说换了一回了 你心里也烦了 后来你就不管了 说呗 商量好了 还换 那没事 那你本来管了 他不是说没商量吗 啊 他不是说没商量 我叫他 跟你商量没商量 那你听我说 那是外人给你做这个证件吗 有点莫票出来了吗 啊 把人叫过来了 叫他买的 回来又想小了 才又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看看你别找去 盖多大 自从没商量 自从没商量 都干了地 然后把池掐着 没据好 那里头会怎么买来的 我不跟你说 你胡说八道我不跟你说 我走胡说八道 走个都好 走就没绕 你看看 又走了 刚刚加车你晚上胡说八道 说谁胡说八道呢 你走那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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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这个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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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干净 你再黑 走着干净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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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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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干净 哎 哎 走着干净 你走 你走 走着干净 干嘛你啊 走着干净 你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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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我别这样 走着干净 走着干净 死死 显得死死 我走着干净 你这样不行说的话 你说死了 走着干净 走着干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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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干净 走着干净 我走着干净 那你这个人要帮了忙了 费地不讨好 你这是为什么 结婚 从这老地元 刀巾有端头都不行 你分家 你要不过分家 踩一个端头就不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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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坐下 你这么说不对 听我跟你说 他这个里边公道不公道 他这个老人说是 可能也背不住 但是我觉得咱过的 别看着那么真不行 我跟你说大一 我谁就要跟这俩人说情了 我就一头装 你咱咱咱咱咱咱过去 我妈接着你 我给你妈个家 这干嘛呀 老师 你看你爹就这个态度 这能行啊 你说的话应该不应该 走这么混 老大你这个表象 我要跟你说一句实话 你这个表象 你别说沾光吃亏了 你就老人这个东西 一点你也得不到 你得管 你不管政策上不允许 你不管法律上不允许 你听我说啊 你养金啊 养大了 我给你买个直接改 拿钱了 你门儿没有 我现在不说别的 你也别将老人怎么着 告你去 他也不是说不敢 咱不要将这个 你就想想你哪不对了 是吧 你这个态度 今天对老人 这也不合适吧 你把你这个气消了以后 你想想 他们是不是老觉得 没有你弟弟了 有时候觉得那孩子 才十来岁 他们可能管那边多了点 这个事我也能听出来 但是一切你不计较这些了 行不行 我根本没拆头皮 你说家这个事 要说到接着 要骂事不承认 你跟他我死消不了 他这个态度 咱也没法调了 咱这么着 你老俩呢 是吧 也消消气 都互相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不 你看都在气头上 把这气都消消 他越来越老 他慢慢能不能理解这个事 是吧 要能理解的 咱观察观察 可以不可以 是吧 因为他便是你的孩子 给他个时间 因为你家这个事嘛 你们也看到了 是吧 你们可能也认为 老二没了 是吧 对老大 老二家这个孩子 有一个照顾 但他心里 他老养成这个习惯 他就认为 你们像老二 如果人家老二 这个孩子能自闭了 你们也老了 是吧 我觉得不会涉及到别的 这是一个啊 再一个咱这么着 他这心里不痛快 他好多事 这个砖头的事 你们明天呢 咱也弄了他 行吗 是吧